歡迎光臨孔 總部小鎮 我是土中鋼 高雄有兩位男大生 就是同時愛上了一個女同學 其中一個就是說要假借談判 然後就把阿妹要 摻在啤酒裡面 給那個另外一個喝掉 喝完之後趁她昏迷 把她勒閉 然後再把她擺在那個 瓦斯爐上燒 然後再做一個假火警 想要逃避追氣 結果我跟你講 現在警方哪是這樣的 馬上就給你破案了 讓大家知道這個 跑不掉了 她居然就燒炭自炸 你看 多划不來兩個年輕人 所以說這個追求女生 有很多種方法 然後這個緣分隨時會來 所以請大家要冷靜 面對感情的時候 所以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三角戀殺人事件 馬上有請未來女警艾亞 好可怕喔 三角戀造成的後果實在是太可怕了 隨時會小命不飽 所以大家請千萬不要嘗試唷 我閃到腰一個最初 我的可憐 我閃到腰一個最初 是的 歡迎收看 艾亞的恐怖冷知識之間 是 今天的恐怖冷知識呢 要讓大家知道 當三角戀失去理智之後 常發生的悲劇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項 親友的性命受威脅 兇手會假借關心對方的家人 為由登門拜訪 事實上是做出威脅 或是傷害對方家人性命的行為 希望能夠用這個來挽回感情 第二個 兇手會調查情敵的底細 並有預謀的策劃殺人 宣洩自己的不滿 還有憤怒的情緒 消滅仇愛路上的絆腳石 第三樣 決意同歸於盡 當一個人的高度投入感情 卻被所愛的人背叛 自覺人生無往 就會付諸一起死一死的行動 以上就是艾亞今天的 恐怖冷知識 把現場交換給康哥 是的 不過我們要講 就是說這個感情或愛情 真的不是你人生中 唯一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 當對方變心 或自己變心的時候 就要以理性看淡 千萬不要有不甘心 就三個字的感受 因為這樣的話 你會自己鑽牛角尖 然後造成自己跟朋友 甚至家人的傷害 這是划不來的 好不好 那這個第一個案例是 女友離情別戀 難得喔 女友離情別戀 她去求婚未遂 居然槍殺全家 還要牽扯到警方 關警察什麼事啊 真的 洪大哥 這個案件就叫做 巴德雪案 桃園巴德雪案 那麼桃園巴德雪案呢 事實上是一個成性男子 那麼他愛上了一個翁小姐 翁小姐很年輕啊 十八九歲而已啊 那當時愛上她以後呢 就談戀愛 那談戀愛了以後 因為個性的關係 你要知道男人 要談戀愛了以後 智商都會退到 大概不到那個國小的程度 真的 就突然間說 我就愛你啦 那愛你幹嘛 對你很好啊 我就愛你 就在乎你啊 所以我什麼都要管你 你知道嗎 你的穿著 你跟誰講話 然後你的幹嘛 我什麼都要管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叫戰友慾 他們通常會把戰友慾 解釋成因為太愛你 然後這個成性男子 就因為這樣戰友慾太強 所以受不了 所以他就覺得 那我們還是保持距離 做個朋友就好 或者是說我們分手 那麼就在那過程當中 女孩子去認識 另外一個男朋友 他認識另外一個男朋友 然後就想跟他分手 就想跟這個成性前男友 就分手 跟男人通常是 我愛上你 我對你那麼好 你還跟我分手 怎麼可能 對不對 那一天 那一天是在中午的時候 那麼這個成性男子 坐計程車 來到了翁家的門口 然後走進去 走進去了以後 天啊 不是冤家不劇透 為什麼呢 裡面是翁小姐的爸爸媽媽 坐在客廳 還有他的男朋友 剛好都在 那一看 這個男人是誰 我男朋友 新的男朋友 我才是你男朋友 怎麼會有他新的男朋友 所以當場就跟他求婚 求婚 你嫁給我 嫁給我 我非常有誠意 我非常愛你 我保證給你幸福快樂日子 但這時候不要了 人家才會去找新男朋友 就拒絕 拒絕我 厲害 馬上把衣服打開 一把獵槍拿出來 恐怖情人展開獵殺行動 更多驚悚案情 馬上回來 一把獵槍拿出來 一把獵槍拿出來 我保證給你幸福快樂日子 就說不要了 人家才會去找新男朋友 就拒絕 拒絕我 馬上把衣服打開 一把獵槍拿出來 一把獵槍拿出來 一邊問 一邊問 我再跟你問一次 嫁給我好不好 我們兩個過 幸福快樂日子好不好 好 一邊問 順便再從口袋 把獵槍的子彈裝進去 天啊 裝子彈 一發一發裝子彈 好可怕 這個時候 因為有爭吵的聲音 所以事實上 這個翁家的叔叔住隔壁 有聽到 所以從窗戶看頭 不對 怎麼這樣對不對 趕快去報警 他趕快打電話去報警 已經打電話在巴德的 這個派出所去報警了 所以警方知道了 他有人使這個場館的槍 不知道是什麼槍 趕快跑來這樣 所以這個警察 趕快劈啪啦 就趕快騎摩托車 就趕快趕來了 那麼就在這個時候 陳姓男子一方面裝子彈 再問一遍 嫁給我好不好 這個女孩子叫什麼好 拒絕 他在裝子彈 他還是拒絕 而且他是 沒有轉環餘地 他怎麼不怕 我就是拒絕 他認為他不會開箱 火上加油 很多女孩子可能都會認為說 你嚇唬我的 你應該不會 你不敢 對 你很多 你不知道抓狂的男人對不對 那個很恐怖 那比鬼還可怕 因為他失去理槍 最後再問一次 嫁給我好不好 然後他說 他堅持拒絕搖頭的時候 這時候就在這個時候 槍口拿起來 不是對著他 是對著他爸爸 剛好 一槍棒了一槍把 他的爸爸就開下去 爸爸就中槍了 就倒地了 在客廳了 就在開槍的時候 剛好開槍的時候 那個拍手的警員 剛好摩托車騎得到了 剛好在他家門口 已經在他家門口 聽到砍了一聲 哀嚎一聲以後 對不對 他槍拔起來 他還有拔槍 但因為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裡面的兇手看不到 他看到有人 趕快衝進去 他要看那個爸爸對不對 到底怎麼樣 只能一槍 就把這個拍手的警察 從槍部上砍 打進去 因為裂槍你要知道 如果打中要害的話 那個殺傷力是很可怕的 結果劉性警員 砍下去 就當成就因公訓職了 他們老婆跟他們嚇到 他們老婆就衝出去 趁這個他殺警察的時候 往外跑 往外跑了以後 他就追出去 追出去以後從後面 大概那個翁媽媽 他大概跑了 跑了二十公尺左右 從後面砍了一槍 那個動作砍這樣往前 以後也爬倒 爬...但是也死掉了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翁小姐跟他的未婚夫 他的男朋友 趕快從旁邊 兩個人就跑掉了 然後更氣... 等到要殺的時候 那個前面的巷口 圍了一大堆警察 全部過來了 這件事情當時驚動到 桃園縣警察局長 分局長 全部帶隊 親自帶隊來 那大事大條 然後親自帶隊來 把這個屋子團團圍住 那個是我們舊市的那種 美蘭市的那種建築 把它團團圍住 就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 哇... 有小孩子哭的聲音 屋裡面 怎麼會有小孩子哭的聲音 原來有一個兩歲多 還不到三歲的那個小朋友 他受困在這個屋子的 後面的那個廚房裡面 當時因為亂成一團 大家都在那個客廳 命案發生在客廳 亂成一團 沒有想到還有一個 兩歲三歲的小朋友 在那個廚房那個地方 他聽到一直... 一直喊... 嚇到了一直哭 你不能讓這個小孩 再讓他殺了 對啊 所以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催淚瓦斯有沒有 啪... 屋內門打進去 然後警察局長下令 衝進去 把小孩給我爆出來 不管任何大家 都把小孩給我搶救出來 所以趁那個整個催淚瓦斯 全部進去的時候 三個趕死隊 狂彈衣穿著啪的衝進去 就循著那個聲音這樣子 找到那個小孩 啪...趕快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誠信男子還是不投降 但是他發現一件事 他跑不掉了 因為他已經跑不掉了 所以他就找到 他女朋友的臥室 就在那個臥室的床上 把那個槍管拿到過來 砰了一槍 對自己砰一槍 死了 所以為了一個求婚未遂 四條人命 是 其中包括情人的父母 甚至於還包括來處理的警察 就這樣莫名其妙 被他給搶殺掉了 是 警察辛苦了 但是請穿防彈衣 接下來這個更恐怖了 就是因為自己的女友被搶走 吊屍四重這種事情 是在那種第三世界國家 才會有的 是啊 這種案件發生在台灣 發生在彰化 彰化其實有一天早上的時候 這個在快速道路上面 它屬於國道的 快速道路上面 結果發現了 有一個男的 被綁在電線桿上面 然後全身幾乎刺口 就剩下一條內褲 滿身是血 死在那裡 嚇壞了對不對 大家就開車去 這是什麼 這不是廣告 不是廣告看板 是真的人掛在那裡 屍體掉在那裡 趕快就報警了 警方來 警方來 同一時間 又有報案電話 它在附近 大概十公里左右的範圍裡面 有一輛車子 有一輛貨車 在這個產業道路上面 燒得熊熊烈火 燒得一乾二淨這樣子 但是車上沒人 那國道警察 接到這樣的一個報案的時候 又接到這個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 這兩個案子可能有關聯 因為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發生在附近而已 好了 就開始去查 當然貨車燒得面目全非 好 然後這個人 也不曉得他是誰 但是透過指紋 趕快送到刑事局 比對 很快 這個是誰 找出來 原來是在花壇的一個花農 大概三十九歲 叫做一個花農 這花農交往很單純 就是家裡面查訪 結果這樣的花農怎麼會 被吊死在那裡 不是吊死 是被打... 全身是傷 是血 不是被吊死 是被綁在... 綁在上面 全身是傷這樣 看他的前面頭什麼全身 那個刀 那個傷看起來 有兩種 一看一種大概是斧頭 那種劈 劈開的 一種是鐮刀 像鐮刀那樣東西 割的那樣子 因為有了身分 開始有了手機 他在查通年紀錄 那查通年紀錄一比對 在他死亡之前 那個兩三個月 跟誰聯絡最密切 一個姓王的女孩子 四十五歲 比他大了六歲 再去了解一下 姓王的幹嘛的 我一看 風月常說 在一個地點在裡面工作 原來他未婚 所以有些時候下了公之後 他也會去地點走一走 結果去那邊的時候 跟這個姓王的認識了 認識兩個一拍即合 因為什麼 那個女的也單身 他很熱絡 他就問他 到底你這個男的 跟你怎麼會這樣 你知道他最近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女的說 很有可能是他的 前男友犯的案子 為什麼呢 這個前男友 是大他一歲 四十六歲 前男友跟他同居四幾年 生了兩個小孩 但是分手了 分手了多久 快兩年 那分手的時間 因為什麼 他男的一直跟他說 你不要跟我分手 我們兩個 我們有兩個小孩 那問題是 他說來 那你錢給我 固定的生活費沒有 沒事喝了酒回來 就打我 就家暴 所以他那個女的 已經受不了了 我已經十幾年跟你青春 都在你身上了 那你什麼東西都沒有給我 我還脫了兩個脫油品 然後生活沒有著落 我要跟你分手 毅然決然就要分手 所以 但是毅然決然 他怎麼養兩個小孩 到峰月場所 可能賺錢是最快的 所以他到了峰月場所 覺得還認識了這個 三十九歲的花農 很高興 然後又對他真心成立的 兩個人已經 一定覺得說 我們兩個以後就 下半輩子就在一起 你兩個小孩子我來養 但是這一個前男友 不會刷的 那個前男友就覺得說 你已經有另外一個人 是這樣 好 這個身分 輪廓大概出來 警方馬上 但是你要找到證據 或者是當時的情況怎麼樣 繽紛多路 那路人在調來 看到案發的前一天 原來看著這個花農 開著小貨車 怎麼再跟一個摩托車 在那邊追逐 追過來 追過去 還有那個扭打的畫面 然後原來他跟這一個摩托 就是他的前男友 就是他的前男友 兩個人在案發的前一天晚上 就已經在那邊追逐毆打了 再仔細問一下 他的爸爸媽媽左右鄰居 最近有沒有聽到 他什麼事情 有經常一個人 都到這家裡面來 大吼大叫 就是這個男朋友 對...就這個 來找什麼 要找一個女朋友 口角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已經是幾次了 插到... 那一天特別是 因為男的打電話給女的之後 女的電話不接 他更火大 他就說你們一定是在幹嘛 他的畫面就出來了 他就說你們一定在那邊清熱 然後... 來 大嫂丹 去 結果找不到人 剛才喝這個食者回來 把這個花籠回來 回來的時候兩個開始忘記 忘記了 就幫你收藥... 那個花籠瘦瘦小小的 那一個比較虧 結果他... 一個騎渡壁 一個開車 瘦的開車 好 你不會把他弄到死 就笑他 兩個都要笑 結果笑到人都來的時候 兩個都要打 結果 你如果開火車 還看起來 還可以撞死別人 問題是下來打架的時候 你就輸人家了 那個虧偶 兩個打到這樣 三個 怎麼把他弄那個車 貨車 他又來... 碰... 落骨都... 打到都斷掉了 結果他在被打的過程裡面 那個花籠瘦 我車上有鐮刀 有波頭 對不對 他的物農的工具 拿那個要改變 結果你拿鐮刀 結果人家拿到波頭 人家看 你怎麼... 你怎麼比較大 撲 結果 撲到尾 撲到尾之後 那個兇手 就把他的那個 把他搬到貨車上面 想說他已經死了 我帶他去氣勢好了 所以一開車 就上了這個快速道路 結果看到一半的時候 砰 怎麼發現 還沒死 又起來了 跳車 他車快撞了 就回去 再繼續砍殺他 一直把他砍到 倒地了 這為什麼要怎麼樣 想要把他 把他從那個快速道 給他丟下去 可是 那個縫隙太小了 丟不出去 整個都 絲仔把他丟下去 就綁在電線 那個電燈 電燈桿上面 所以那個吊屍 不是他故意要把他 吊起來示眾 其實他是想說 我先把你綁起來 不再再走 不然你咬不死 他去找棄屍的場所 找好之後再回來載 可是你想想 那時候可能 我在想他腦袋很混亂 他應該是會把屍體 載走 然後去棄屍 不是 他把他綁在那邊幹嘛 結果他就走了之後 想說 那這樣子 再回去載 這叫知識體大了 算了 乾脆把那台車 開到產業道路 整個燒燒的 這樣的話 看看能不能神不知 鬼不覺 你想 怎麼可能神不知鬼不覺 對不對 結果案子就這樣破了 抓了回來 他說當時是怎麼樣 是他怎麼樣砍殺我的 所以我在自衛什麼的 所以他殺死這一個人 他後來只有判了十九年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兩個 本來就是有糾紛 而且誰先拿刀 當然很多東西史無對證 可是問題他會看那個 監視錄影帶 他們已經在那邊追逐 歐襄 幹嘛 所以說變成他用說過失 置人於死這樣子 判了他十九年 過失殺人 對 過失殺人 判了他十九年 可是風月場所裡面 最常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很多的 其實到風月場所的女子 都是很辛苦的 她是為了賺錢 可是她為了賺錢的話 她當然誰有錢 我就跟她 但是碰到了很多火山孝子 去的時候 她會認為說 我在你身上已經花這麼多錢了 那你怎麼還可以再跟別人 最容易發生 經常看到這種 三角鏈 情殺 都發生在風月場所裡面 好 這個案件 發生在外景心 因為這些年來 這十幾年來 外景心田牙人口非常多 那也有一些 他可能來可能 也沒有那種感情的基礎 那他來到這邊以後 他可能就是比較複雜一點 那複雜一點以後 那個當然會惹怒老公 然後老公就發狂 最後慘遭毒手 這個告到這個案件是怎樣 這個本身當事人 他是心店的 壁壇進去那邊 直壇罷的人 他有點比較 其貌不養 所以他到了一個歲數 四十歲的時候 他還沒有結婚 那結果當時很流行 這個娶外籍的新娘 那他父親也給了他 承諾說你如果要結婚的話 我就在大文山地區 幫你買一個一樓的房子 給你做生意 二樓的讓你們居住 那他就娶了一個 東南亞的一個新娘回來 那這個新娘 小他二十一歲 十九歲 那十九歲剛嫁來的時候 其實也都還很正常 也都沒有異狀 剛開始乖乖 對 四年生了三個小孩 那有一天 他就發現說 其實他每... 因為這個年紀 比較長的這個男生 叫春財 春天的春 春財 張春財 那他本來是做一個小工 就是做油漆工 打散工 他也沒有真正專業 就是一個打散工的一個 那小時候他父親 也給他了一個 一樓的小店面 然後他們就一家 一家五口住在文山區 那個小店面 也喝樂了 也還好 那平常就是會小喝兩杯酒 那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他禮拜六 禮拜天回到家裡的時候 太太都不在 孩子也不在 那等到禮拜天中午的時候 孩子們回來了 他會就問孩子說 你們去哪裡 媽媽帶你們去哪裡 孩子壓壓血雨 就說帶我們去玩 這樣子 他也不以為意 那連續這個時間 這樣過了差不多六七個月 六七個月之後 他孩子已經也慢慢的 開始懂得講話 中班都懂得一些事情 就會跟爸爸聊天 那他父親就問他說 說那媽媽這個禮拜 每個禮拜帶你們去 都去什麼地方 這孩子跟他講說 媽媽帶我們去的 就是一些阿姨 還有一些叔叔們 有的人在唱歌 有的人在賭博 有的人在喝酒 反正就是很大的地方 聚會 那也有很多 現場很多小孩子 也是他們同鄉帶來的 自己每個孩子 他們小孩子玩小孩子的 唱歌的唱歌 喝酒的喝酒 玩牌的玩牌 那他這一個春財 他就覺得不對 這樣不對勁 因為外面很常常都 爾文在說 他的太太在外面 好像行為不是很好 因為人家都有男人 晚上會送他們回來 他也是起了疑心病 隔一個禮拜 就偷偷的跟他的太太講說 他要去禮拜六 禮拜天要打工 他可能沒辦法回來 去跟著他朋友 跟他的一個親戚 借了一部自小客車 自小客車借了之後 就窩在他們家的門口後面 他們是住一樓的店面 後面的一個 車子後面兩三步 就在車上一直等著 守著他的太太 帶著三個孩子出門 果然一部計程車 開過來的時候 車子上面除了司機以外 駕駛座旁邊 副駕駛座還坐一個男的 那他的太太就 和三個孩子就坐了後面的位置 那他沿路就跟著這個計程車司機 上了快速道路 高速公路 那從桃園的交流道下來之後 發現他們去了一個 桃園的一個汽車旅館 直接計程車就開進了汽車旅館 那他車子也進不去 他也不進去 他只是覺得說 因為小孩子跟他講說 裡面人很多 叔叔 阿姨們很多 他進去的時候 他下去問裡面櫃台說 他們剛剛這部計程車 是去了哪裡 櫃台也不肯告訴他 所以他就開始打電話給他的太太 給他這個外籍新娘的太太 電話打不接 傳訊息也不回 他就在外面自己守候 守候到了好幾個小時之後 他想說這樣守候也不是辦法 第二個 他也不敢進去裡面 他索性就回到文山區了 回到家裡之後 他心情就很悶 悶的時候他自己就喝了悶酒 喝了悶酒 一整天的第二天 星期天的中午 孩子們都回來了 回來他就直接問到他太太說 你們昨天去哪裡 他說沒有 就是去同鄉聚會 那他的手機就給他太太看 他說我幫你拍 從家門口開始拍 你上了這部計程車 前面兩個人 然後你們去了哪一家 汽車旅館 他太太當下沒有覺得說 祕密被知道 反而是很情緒化的說 你怎麼可以跟蹤我 你這樣子跟蹤我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這個春財後來隔了第三天 要去騎摩托車 要工作的時候 背部車子攔腰撞上 四個人下來把他圍毆 棍棒圍毆 圍毆之後 那個車撞到他的人 也跑掉了 警察根據這部車號 查出來是出租車 那也找到了出租車的 這些相關人的 結果也是外籍人士 那外籍人士 到了警察就說 我們打錯人了 就一句話 打錯人了 四個都是同樣是外籍的 也是跟他太太 同一個國家的人 那他這個想說 百事不解 我出門就被人車撞 然後馬上就被下來 痛打一頓 然後那麼剛好 這四個人都是你 跟你同一個國家的人 那你不知道我才不相信 那他也就壓根著也不說了 因為想說小孩子這麼小 也不願意去把他太太 講一些不好聽的話 或者是激怒他太太 然後他太太跑掉了 反而更麻煩 那後來是因為鄰居跟他 就跟他聊天了 喝了酒的時候跟他聊天說 你的孩子真的長得不像你 怎麼看都不像你 這個事情鬧大 他在心裡想 因為他的眼睛比我還小 我都夠小了 他的眼睛也是 單眼皮 比我還小 那他的孩子有一個 怒目金剛像 眼睛很大 就很有精神那個樣子 他想 越看越不對 這孩子好像真的不是我的 他也沒問他太太 他有去做DNA的一個檢驗 確定不是跟他的DNA不符的 真的是不符 他的第二個小孩 真的是跟他DNA不符 那不符的時候 他每天就不上班了 就喝悶酒 那就在他一樓店面的時候 幫他太太本來開了一個 越南市的一個早餐店 也不做了 反正他就每天就是喝酒 除了喝酒還是喝酒 那有一天 禮拜天 他就跟他太太講 說我們把事情講清楚 你今天不要再帶孩子出去了 那你可不可以 把你到底什麼事情 我們把整個事情還原清楚 不然這樣的話 你痛苦 我也痛苦 那太太講說你誤會了 那個其實跟我出去 那個男生是我弟弟 他說他是我國家的弟弟 他說我娶你 到你家娶你的時候 我怎麼不知道你有弟弟 他說他是我從那邊的弟弟 我把他接過來 後來其實接過來 警方繼續查是什麼 是他十九歲 他十七歲就嫁人了 十七歲就已經在 他那個國家已經就結婚了 在那個國家也生了兩個孩子了 再嫁給這個村才的時候 在台灣就把他生了孩子 所以他有身分證之後 他把他原來在那個國家的丈夫 接回來 接過來 接過來醫親 那結果被發現之後 他那個禮拜天又去 又去桃園跟他們一群 所有的同鄉會聚餐 都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村才他受不了了 然後就自己在家裡喝悶酒 喝得已經情緒很崩潰 然後到了隔一天 星期天中午的時候 對方就是那個男生 又送他回到家的時候 在門口 他一進門的時候 村才就跟他講說 你昨天又把我的孩子 帶到哪裡去了 你要的話 你兩個孩子留給我 其他的通通給你 他說什麼兩個孩子留給你 三個都是你的 他也不跟他講 他說如果你真的要離婚 可以 那我要你的房子的一半 就是我要你的財產的一半 那這個男的當然不可能 你要我的一半 這是我父親買給我的 我不可能給你 越想越不高 越不甘之後 就拿了一把那個檳榔刀 在他面前揮舞 他說你不要給我走 你孩子就留著 我什麼都不會給你 那他的太太就跟他講 你有本事 你殺了我 來 你殺 脖子 頭伸出來這樣 你殺 他就也沒有打草清澈 他衝後面 把他鼻子一吳 劃了兩刀 就脖子再劃了兩刀 很深的兩刀 兩刀之後一聲而已 他太太衝出去 左邊第三間就是一個面癱 還沒有開口喊救命的時候 整個氣管 整個頭往後仰 氣管 他整個面癱 整個面癱都是血 那個面癱的老闆娘 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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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滿了將近有一公尺多以上 一個見血的血跡 那後來這個春財 他現在當然還是在審 第一審他判了十五年 第二審現在目前判了十二年 所以他三個孩子 目前現在都是由社會局安養 安置在那個 給社會局安置 那因為這也是一個 我們講的激戀 第三個 這是什麼 這是悲劇 雙方也不願意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要娶外籍新娘 你也要調查清楚 不要馬虎行事 因為這會再影響了 你這個下半輩子的生活 接下來這位是律師 我們知道律師 律師是很懂法律 一般來講律師都是很懂法律 不好意思 然後律師呢 這到底講都是蚊子冰冰的 然後頭腦清新的 但是這位律師他離婚了 他的家產都沒了 然後就跟人家苦練 苦練以後就失敗 街頭上面就把女友砍殺 致死 這在律師界 會有這麼衝動的 很難得 笑著 這個案子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知名的律師 台中非常知名的律師 叫劉北元 他已婚了 結果認識這個 姓章的這個 房屋仲介的一個女友 結果發覺這個女友 對他滿好的等等 他非常愛這個女友 非常愛這個女友 那女友當然一直要求他說 好 你既然愛我 那至少你要給我一個名分 這個律師真的 他就跟原配離婚了 他說房產通通給原配 小孩也不要了 我就是要跟你 真的好愛 真愛 對 真愛 結果外遇的女友 這個張勳女友突然就說 我不愛你 我們分手吧 因為他沒房產 因為他被房產了 不是 因為可能反產不夠 因為那個女友 可能認識更有錢的人 所以他整個就失控了 因此在8月24號當天 他多次的打電話給這個女友 女友就開始慢慢的冷淡他 所以他是越想越氣 我太太也離了 什麼小孩都沒有了 家產也都沒有了 我只是身家孤家寡人 你現在還拋棄我 好 你不讓我活 我也要讓你... 剛剛同歸於盡 對啊 同歸於盡 結果有一天 84號當天下午 這個女友 姓張的這個張勳女友 跟他媽媽一起到台中的一個 波士頓的一個麵包店 去買麵包 因為他開車 其實這個劉北元這個律師 已經跟在後面 他就尾隨進去 但是在尾隨之前他打電話 假裝 其實他已經知道 他進入了 假裝打電話給他 說能不能出來 我們談判一下 附和一下 那女友拒絕 談判附和拒絕 他心想拒絕 好 已經分斷情絕了 乾脆我就走進去 走進去就跟他 那女友一看到他 這不是這個男的嗎 他的男友 那女友沒多久就走出來了 這個劉北元跟著這個律師 跟著就出來 出來有女的就不理他 就要回到他媽媽的車上 就要回到車上的時候 就要回到車上 他心想越想越氣 就從他的背後 就拿出一把菜刀 就是我們切菜那個菜刀 好 猛刺啊 結果回到車上的時候 他越想越氣 就從他的背後 就拿出一把菜刀 就是我們切菜那個菜刀 猛刺啊 你知道嗎 刺刀 總共身上十五刀 胸部 腹部 脖子 總共刺了十五刀 十五刀 各位知道 那個刀數就代表一種憤恨 一直刺 一般一兩刀 看到血都會嚇死了 他幾乎 所以我常常講 情殺是罪殼 很多情殺 基本上都已經失控了 都已經失控了 你看這個是長得一表人才 真的 這律師 你看長得一表人才 第二個他就從後面 就拿刀 刺 脖子已經刺到快斷了 看到氣管 然後肚子等等 總共十五刀 他最多的時候 每個月賺超過新台幣 一百萬以上 對 結果他媽媽在車上 一聽到女兒的喊叫 一看到這個情景 他媽媽出來以後 趕快怎麼樣 趕快把他抱住 他媽媽把他抱住 當然附近連練麵包店的師傅 等等一聽到就衝出來 衝出來以後 他就趕快跑 趕快跑 你看那個地上的血跡 是這樣的血跡 那個多少血 那脖子等等 後來當然就沒救了 沒救以後 那媽媽愣在那個地方 整個愣住 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可是沒辦法 這個男的怎麼樣 突然驚醒了 我要跑 後來他一隻鞋子 也掉在現場 刀子一丟了就跑 後來到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打給他哥哥 他說我殺了人 後來他哥哥說 你怎麼樣 做了什麼事情 他說我現在在哪裡 結果由哥哥報案 跟警察講 打給霧峰分局 在台中 後來他開到霧峰 霧峰分局他說 這樣子 我要報案 我弟弟殺了人 現在在霧峰的士德路 請你警察去帶他 哥哥報案了 哥哥也是大姨妹親 他說我弟弟在哪裡 他告訴我殺了人 沒辦法 因為他躲不掉 躲不掉 後來他就... 後來警察就把他帶回來 帶回來以後 然後他在車上也做了搜索 等等一看 他說 車上找到那個 憂鬱症的藥 他說我有憂鬱症 後來判了... 反正判了幾年 大概判了七年 就是判了七年 他還在關的時候 有媒體訪問他 訪問他 他一直講他的心路歷程 你為什麼會當律師 這麼樣的知名的 對不對 而且他是一個保險法 跟建築法 非常知名的律師 越入很瘋 為什麼到最後 變成是這個樣子 後來他就 談他的心路歷程 他說從小 他爸爸是一個校長 他哥哥很認真 也很乖 也很會唸書 他從小比較不喜歡唸書 所以他家人就比較 寄望哥哥 希望哥哥能夠以後 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然後把他當作 放牛班來看 就說你這些不唸書的等等 哥哥你看表現多好 常常稱讚哥哥 他心裡就有一點 有一點悶了 後來但是他還是走正向 說我要八分獨強 結果他台中考上一中 一中厲害 但是大學考得還好啦 考上東吳 東吳法律系 很厲害 他在念書的時候 就考上律師 很厲害 學生考上律師 又考上台北大學的博士班 他是很優秀 很優秀的 結果他很自豪的 他在跟那個採訪記者講 他說當時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我去打工 我一到律師事務所 我一天半的工資 比我爸爸當校長 一個月的收入還多 後來爸爸也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成就 不錯 他就沉迷在他的成就之中 那台中當時非常有名 很多人都要找他 還要排隊的 因為他是保險法 跟建築法等等 可是 他自己講他的心路歷程 他說因為我在跟人家打官司 我看到大老闆 他有一個事情 讓他嚇一跳 什麼嚇一跳 大老闆有一天 他隨著這個大老闆去買東西 到一個專櫃店等等去買東西 然後那小姐說 請問這個東西好不好 那個大老闆說 買了 他說買了 不是 我不是要買這個東西 我要買你 我給你買了 他覺得好炫 後來那個專櫃小姐 變成這個大老闆的小三 他說哪有什麼 中流砥柱道德倫理的騙人 所以他有偏差的一個思維 所以開始他二十八歲結婚 三十歲就離婚 離婚以後 開始遊蕩在多角的戀情之中 就沉迷在那個地方 可是他有一個 他自己講他的心路歷程 他有一個控制欲 所以懶得很可怕 就是我要控制你 他自己在外面玩的 但是不能讓女孩子背叛他 他形容他自己 像一隻蜘蛛 蜘蛛他要到處去獵物 可是獵物他吃不了那麼多 可是那個獵物 他還是要把他放著 然後繼續去抓 然後獵物他不是想吃 因為他吃不了那麼多 他就把他擺著 他有那種控制欲 但是控制欲之後 自己在外面玩的 真女孩子還不能背叛他 一背叛他就受不了 他哥哥講 他非常愛這個張姓的小姐 可是這個小姐後來發現怎麼樣 他多腳經營 對不對 腳踏那麼多喘 然後他又跟 好像跟離婚的太太 還有一些聯絡 不斷失聯 或者女的想 我就放棄他 可是我剛剛講 他有控制欲 而且不能讓女孩子背叛他 因此他有這樣的狀況 就引發出他的撒擊 而且他因為這樣子玩 完了以後 律師工作也不正常 然後自己開始就產生一個 因為很多女孩子這樣經營 搞得也是昏頭轉向 就有憂鬱症 憂鬱症之後 工作不正常 白天又酗酒 他曾經怎麼樣 曾經他假裝白天 很正常的去上班 但上班 因為一上班就開始喝酒 喝了以後 然後生意人家找他 打官司也沒好好打 後來生意就一落千丈 然後人家也不找他了 沒有收入了 然後又產生憂鬱 所以他每天裝著去上班 結果他最後因為沒生意 又喝酒 乾脆怎麼樣 開個車子到合歡山 發呆 發呆一天以後再回來 不然就沉迷在那個 鋼筑店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沉迷在 不然就每天裝得好像是 大律師用面子 就好像很多日本人失業以後 每天還是很風光的去上班 其實是到公園裡面 坐一整天 然後再回來 好像很累的這樣子回來 所以一樣的道理 因此他是因為情感跟 當然也有可能有工作壓力 導致這樣的憂鬱 然後又有這種控制 這個事情才糾結在一起 後來他的學校的老師 研究所的老師等等 非常的感慨 他就非常的優秀 本來要送他到德國去念書 可是到最後 變成是智慧前程 可是他關了以後出來 他真的有改過 因為宗教的力量等等 最後他真的是在 真的在認真做他律師的工作 而且成了我們司法國事會議的 司改委員 對啊 劉北仁就是他 剛剛講的案例是律師 接下來這個歌不得了 這位是調查員 對 調查員搞婚外勤 小三揭發之後 調查員滅口 滅口 他不是滅口 他小三 他是防部調查局 在高雄的一個 原性的調查員 那麼調查局 在我們台灣的這個職業別裡面 是比較高的 因為現在都要大學以上的畢業 才可以去投考 然後感覺上 一千多個調查員 是很不容易的 感覺上就好像 就很神秘的這樣子 那麼這位原性調查員 他平常比較內向 木納 但是他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 所以他常年吃素 那給你的感覺 剛剛講到半天 你看 你想想看 個性木納又吃素 應該是不會 穩定人 是一個穩定的人 對 他結婚了 可問題是 他有一個 不知道自己是小三的女朋友 這位吳小姐 他不知道自己是小三 他還以為說 你看我男朋友是調查員 工作收入穩定 職業也算不錯 就吃素 然後他就跟他 密切的交往這樣 到後來 他無意間發現 自己竟然是小三 他有太太 你知道嗎 那當然 這個原性調查員 可能跟他太太之間 並不是那麼密切 很可能 因為你有很多小三 感情會生變 然後知道了以後 就非常不高興 因為那很多女孩子 知道自己成了 無意間的小三之後 要嘛就是 我要變成正公 不嘛就是我要離去 那這個 等於說吳小姐 她選擇的就是 那我要離開 我不要再跟你在一起 可是這個原性調查員 就是苦苦哀求 她一定要跟這個在一起 我林可所有的都不要 都我要你就對了 然後但是 這個感情已經生變 那天晚上 無性調查員 來到了女朋友 住屋的地方 到凌晨的時候 凌晨十二點多 去按那個隔壁 她的女朋友住屋處 隔壁的一個小姐的店鱗 然後按店鱗要看門 什麼事情 她說 我女朋友住隔壁 因為沒有礦泉水 你們有嗎 不要麻煩那個 借杯水 是幹什麼的這樣 不好意思那麼晚這樣子 她就想說借杯水 OK 鄰居 然後她就去 你們拿一罐礦泉水 要給她 然後她假裝說 你們家裝潢不錯 可是我女朋友裝潢更好 要不要請你來 因為你借我們一瓶水 對不對 請你來參觀一下 因為你一定都沒有去參觀過 裡面裝潢得非常漂亮 那你來參觀一下 那這個隔壁的這個小姐 沒有想那麼多 她就這麼有禮貌 沒有也好 去看看 蹲進目瞇一下 結果她就要走出來 就要走進去 隔壁的那個房子的時候 這個原性調查員 突然間鎖從後面 過來的時候 毛巾裡面有割羅芳 割羅芳就是讓你撞下去 結果她抓住以後 沒想到這個女孩子 她也滿激情的 她第一時間覺得怪怪的時候 稍微撤了一下 所以沒有就正中她的鼻子 她還有反抗... 扭打反抗的時候 那個調查員身上的水果刀 掉到地上 水果刀掉在地上 會讓被害者逃過一劫 還是加速犯案過程呢 稍後告訴你 她還要被害者 她還要被害者 她被害者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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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她抓住以後 沒想到這個女孩子 她也滿激情的 她第一時間覺得怪怪的時候 稍微撤了一下 所以沒有就正中她的鼻子 她還有反抗... 扭打反抗的時候 那個調查員身上的水果刀 掉到地上 這個女孩子蹲下來順手 一拿水果刀跟她 反而跟她兩個人在那邊刺 彼此都有受傷 然後這個調查員說 你不要衝動 反而變成這個女調查員 你不要衝動 因為我水果刀被她搶走了 你不要衝動 然後就在那邊弄了 以後 這個女孩子就拿著刀對不對 很緊張 跑掉了 去找管委會的下面的管理員 去找下面的管理員 跑掉了 然後這個調查員想 死了... 他跑掉了有沒有 他也趕快跑掉了 那... 跑掉了這個鄰居 跟著那個管委會裡面的人 跟著裡面的那個保全上來以後 他們想到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要來按電鈴殺我 對啊 沒有道理 我跟他沒有恩怨 這個女孩子突然想到 他來的時候 當時上來的時候 在電梯間我有看到他來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要殺我滅口 就是因為他是個調查員 然後因為他看到我 糟了 這樣子他要殺我滅口 豈不是表示說他女朋友 可能已經胸多吉少了 所以趕快報警 報警來了以後 找來鎖匠被打開 女朋友全身赤裸 被他勒死在床上 在床上下面的那個 等於說走道見就對了 勒死在那邊 女朋友死了 原來他女朋友 還是跟他講 如果你還是有婚姻狀態的下 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了 談不懂之外還讓他知道 我已經有新交了一個男朋友 重點在這裡 沒想到警方就開始追查以後 已經變成命案了 那人跑掉了 那知道他是誰了 也打電話給他的單位說 發生這個事了 就沒想到警方單位 接到一個人報案 這個死者的新男朋友 打電話來報案 他說原姓調查員打電話給我 他有他的大哥大 說他把女朋友給殺了 他說不用找了 他要自我了斷 結果等到清晨的時候 第一班高雄的火車 開出來的時候 就在平交道上面 當火車過去的時候 砰 就火車撞死 原姓調查員就活活撞死 衝出去讓火車 活活撞死在平交道下面 這就是三角其練 最後的結果 就算是你是一個調查員 也都一樣 對 今天我們這邊遇到 就是不管你什麼職業 就要老實講 不管你什麼職業 什麼樣的人 一旦遇到愛情 想不開的時候 都變成像野獸一樣 對 把通了 但是還是冷靜的 談戀愛是談快樂的 當這個戀愛結束的時候 趕快追尋下一個 把以前都忘掉 沒錯 要不然就是 永遠記得人家的好 不要記得那些 不甘心的事情 今天謝謝大家 你賺了 我心裡抓到了 我心裡有嗎 平洋 早安 你啦 現在很難 是